中岛服务两面 中岛服务两面 对 四个车道 作为台北市第三站防疫急门诊的 中正纪念堂车来速17号上线 在这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与联一总院长许大臣 副总院长黄尊诚等人陪同下 前往视察施工进度 这里由台北荣总负责 退辅会中华民国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等单位支援工作 所以我们台北荣总院这两天的积极准备 来进度中任健康 这样一个大型採检站以及急门诊 所以这是一个不只是採检 是包括看诊 採检以及给药 三合一一个功能 那这个大家看的场面是蛮大的 那我们初期开始的话 我们先从每天分三班 早上是四小时八点到十二点 中午班是十二点到四点 那第三班是四点到晚上八点 总三班至 每一班的话会先从大概四百人开始 这四班当中主要还是预约的 预约的 然后呢 另外也会保留少部分的现场号 向现场来 那主要对象是快塞阳性的民众 不管是个人 走路来 骑摩托车来 骑脚踏车来 还是开车来 我们规划了四个车道 行人一个道 摩托车一个道 汽车我们分两道 必要是可以扩展到三道 我们特别是汽车分两个 一个是低神伞 这两人以下的另外一个是高层载 这三人以上的 如果有小朋友一家人 有小朋友在的时候 我们特别利用高层载的车道 我们会两边同时开始 并且有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特别请儿科医师来参与做个诊治 大家对我们现在全民队儿童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才不用特别请儿科医师 一起来参与 包括采检 问诊 给药 我们都有个特别的一个方案 那也谢谢各位市民的支持 非常感谢中央跟市政府 给北农这么重大的一个任务 台北农总除了在这边采检之外 还要兼顾照顾我们国人的急重难症 我们没有因为疫情急重难症 有任何一个停息 医院里面非常的忙碌 那大家呢 我们的采检站 医院的采检站 还有我们的检验 其实都早就24小时在营运 都没有休息在帮助国人 我们继续努力把这个任务完成 那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 这一次扶导会把会里面的医事人员 也投入这个战场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 中华民国医师 工会全联会 他们有支援一些人力 在这个时候是不分彼此的时候 大家上下一心 才有办法战胜病毒 当被问到如何看北农支援 以及柯文哲市长的防疫成果 退辅会主委冯士宽这样说 市长长了那么多 我都很赞同 但是总统有把我们农总系统 跟军医的系统都着急 希望在这个时刻大家要协同一致 而且要共同努力来防治疫情的扩展 这样您满意吗 当然120分喔 我们要再谢谢北农已经承担很大压力 现在承担一个四线的这个防疫局门的 来谢谢你们这个我让你们很拼了 他们是已经24小时在超超超超那个 实验室这个赛是辛苦了 我跟妳讲常常那人长官出一张嘴巴 比赛都拼得要死了 柯文哲也特别感谢北农承担很大的压力 在自由广场开设四线的防疫集门证 并且24小时运作实验室的各项努力 记者问讯台北报道